哈喽 欢迎回到我阿红的频道了 那么呢 讲起云吞面呢 我相信 应该是马来西亚人 华人 尤其是 全名的美食啦 不管你是今天早上吃 下午吃 晚上吃 甚至与你宵夜吃都好 一口云吞面 再加一粒云吞 再加热腾腾的汤 那种感觉 任何时候吃都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的 但是呢 就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北马这边啊 其实云吞面啊 他有分很多的派系 还有黑的云吞面 那有白的云吞面 那有东东米 那有蛋仔面 那等等等等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一整车的人 看到吗 会把自己口袋名单里面啊 认为最好吃的云吞面 主意的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 再从这一些名单里面 我们总结出到底在 北马这边 在大三角北海这边有哪一档云吞面 是最好吃的 OK 所以今天的行程会很紧凑啊 记得 留守到最后 喜欢吃云吞面的你 千万不要错过了啦 走啦 OK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大三角的 一美元巴萨啦 所以第一档 我们要试吃的呢 就是我们的Janet小姐姐带路的云吞面 对 来 你要带他们去哪里吃 来 我今天带你们去吃的就是 爆浆蛋蛋面 你们吃过吗 在这里是非常酸 也是算蛮出名一下的 蛮出名一下 爆浆蛋蛋面啊 爆浆蛋蛋面啊 我蛋蛋的忧伤啊 等一下 好 我怕哪里吃了 真的是会爆浆 很难讲了 对吗 OK啦 爆浆 走啦 走 哈哈 哇 哇 来 为什么推荐这档 我本身是不太喜欢吃猪油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是吃过这边 它的味道真的是比较适合我 它有那种很香的那种葱鱼香 所以它主要不是猪油是葱鱼香味 对我来讲说不吃猪油的人 我看到有黑有白 你是吃哪一个 我是吃白比较多的 因为白的很特别 让我试试白的先 看看Janet小姐姐介绍的对不对路 你可以看到 这是纯粹我个人意见啊 因为我认为说真的是我吃了 很吃我这种不爱吃猪肉的人啊 很适合啦我是觉得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面啊 它是比较粗身的 比较臭身的 很弹性的 而且啊 这种粗面来讲你也看不到 它有很多那种干老的汁在里面 所以我目测来讲啊 这个如果你打包回去的话 放个几个小时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对我有试过 它真的是不会那种好像 啊怎么那种 会很软粘那种的感觉啊 你试看 我没骗你的啊 是不是很好吃 怎样口味 一般我们吃啊 很多都是只是猪油的香味很重啊 这个呢 它有下猪油 肯定有 有肯定有 可以看到因为 但是 但是 我相信它的猪油里面啊 它有加了葱油 它有加了葱油 在里面炸过 所以呢 整个味道混合起来啊 葱油的味道会比较偏 重一点点 对 会比较偏香一点 很完美的 跟猪油形成了一个 互助互陈啊 我们讲 一直互相辅助的感觉 会很特殊的猪油耶 难怪你还吃了 对啊 它的那个葱油香是真的很香 而且它的汤汁 它的酱汁啊 是完全是很 肝神的 完全可以巴在那个面条上面 你要多余的它没有 嗯 它没有多余的 那个黑酱油 那个酱油汁啊 所以导致这个面你打包回去 完全没有问题 就算你下午吃都没有问题 对 试一下它的云吞 云吞来讲 皮真的是很薄 也可以薄到 清澈到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周围 那你也试试看它的那碗汤 它的汤 嗯 它这个汤厉害 好喝啊 它不是一般云吞面的那种汤的感觉 它这个里面有加了当鲑 很香的当鲑味 真的好喝啊 我是没有介绍错你耶 我吃好吃的 我吃好吃的 吃吃蛋 吃吃蛋 我骂 几乎都应该有人都会吃过 我看打包的人很多 嗯 打包的人很多 吃一吃啊 你黑的 你没有什么吃过黑的 黑的我有吃 但是我不要讲白的 因为我们也是去外面吃都是黑的嘛 所以对我来讲白的是比较特别哦 吃干黑的 然后它的嘴巴不会太重了嘛 你感觉怎样 还是白的好 白的特别是吧 白的味道就是葱油跟猪油之间 嗯 很均匀 但是黑的它加了一个酱油来讲的话 味道更加复杂了 你不能很巧妙的去尝试到那个葱油的香味了 嗯 对还是白的好 这个鸚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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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